我国最大投资基金国民投资机构 今天公布了旗下五个信托基金的派息结果 其中华裔可存放的大马信托基金ASM 最新派息是每个单位5.5先 国民投资机构主席丹斯里杰蒂 今天在2018财年财报及年报发表会上宣布 截至今年2月底 大马信托基金净收入达8亿令吉 派息总额高达11亿令吉 每个单位5.5先 而第二土著信托基金净收入达5亿令吉 派息总额为6亿1070万令吉 每单位6先 此外第三国民信托股票基金ASM英镑2基金 以及第一国民信托退休基金 也都分别派发每单位4.10先 4.20先和5先红利 国投执行长拿督阿多拉曼阿末表示 国投采取多元化投资策略 提高海外投资及固定收入证券 为股东寻求最好的投资回酬 国投在2018年投资了约21令吉在国外资产 比前一年增加了3.3% 今年国投除了要加速多元化至高收益资产之外 还打算增加国外私募股权和房地产的比重 该机构已经委托6名专业的全球基金经理 代为管理投资 以便获得最理想的回酬 马信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马信社新闻台采访报道